你们也没动 阁下是拦到厂子的 别动 别动 你们也别动 住手 不得对客人无礼 董老板 她打我了 她打我了 她帮我打倒 秦魏队客人有何指教 你就是董福宝 我就是 来得正好 我就是冲你来的 都说你是上海滩的赌王 十里洋场上 小鬼子是天 你是地 你小子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在上海滩张狂的 没边没眼 老子不尿这一呼 今天来 就是要找你鄙视鄙视 对 先生 上海滩卧虎藏龙 这个赌王 我绝对是不敢当 至于外面那些谣传 如果你愿意信就信 不信也没什么关系 既然先生来复生了 我希望先生能够玩好 动刀动枪的没什么意思 我觉得 也肯定违背了先生 今复生的本意了 对吗 这位先生 还没打听你贵姓呢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王滕娇是爷爷的大号 我不管你这个赌王的称号 是自己封的 还是别人给的 那老子今天 就想跟你比试比试 看看上海滩 谁是真正的赌王 那好啊 既然王先生乘行而来 我也不能让你败姓而归 今天我就陪你玩两手 听高 您们底下看好场子 阿六 在 请王先生去贵宾室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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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请 黄大哥 选个位的吧 九金 算筹码 这个太麻烦 不用这个 老子就喜欢玩真格的 王大哥 今天想玩多少钱的呀 五十万 喂 老子 阿六 给王大哥看看骰子 是 王先生 谢谢帅哥 这玩儿要玩尽兴 赌要赌公道 公道不公道 只有天之道 兄弟啊 我得学摸个 表骰子的 他 他不行吗 贼没熟眼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扭 滚 去换个人 太太 阿宝啊 阿燕 没看见我这忙着呢吧 先出去等我 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 太太请 这小牛不错 爷爷稀罕 来 给爷爷咬骰子 就她了 阿燕 那就麻烦你了 来吧 有什么事 我爱你 你家里的 你那种 他就要 我爱你 你自己去 你自己去 这都不来 你自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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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到对面的百花楼去 安盈 开始吧 阿盈 我跟王先生还没有下注呢 你怎么就把甩钟给开开了 我不会嘛 阿盈 一会儿摇摆开之后 我跟王先生下注 然后你再开钟 明白了吗 好的 请啊 王先生 请吧 五万 压大 一次就下五万啊 这赌本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老子的支票就是五万一张 压小了找来找去麻烦 就五万了 好 五万 压小 开吧 三点是小 阿宝赢了 不好意思啊 王先生 爬了钱都挺利落 继续 再来 阿盈 嗯 请压注 王先生 请吧 大还是小啊 我就不信了 这把还是小 压大 五万 既然刚才压小赢了 那这次我还压小 五万 开中 慢 加五万 这把是要得的 看来王先生 这把是势哉必得啊 这把是势哉必得啊 少废话 开中 看来王先生 再加五万 开中 又死了是两点是小 阿宝你又赢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王先生 继续 怎么样 有什么动静吗 没有 没动静 一会儿盯紧了 机灵点 动静手的一个别放走 星爷呢 星爷 阿刘 怎么了 刚才进去这几个克林满胸的 我怕这个董老板搞不定他们 要不然眼睛擦亮一点啊 机灵一点来 阿刘 别怕啊 我让你们修 好的 好的 要你们带我不怕你 我不怕你 来 王先生 你输了也将近二十万了 我看咱们今天又到此为止吧 改天你有兴致可以来复生 我随时奉陪 小子 你赢了就想跑啊 没那么容易 老子还没玩出兴致呢 换个玩法 王先生想换个什么玩法 咱俩一人一个骰子 咱俩一人一个骰子 资格有 比点数 谁的点数大 谁谈娘就赢 这个玩法倒是新鲜 是啊 我还没说完呢 这个点数是死的 堵住可以变 什么意思 咱俩下注看点之后 两边的堵住都可以玩 放上家 尚不封顶 如果觉得自己的点数小 那就把五万交出来 自动认输 赌的就是个心器 赌的就是个胆量 小子 有种接招吗 既然王先生 今天性质这么高 我要陪你再玩两把 再拿个骰子来 有种 来 等他 把我拿来 都有 不尽量 要不要用 你再给我 调一桶 你 conex了 你不是什么 有意思啊 我就知道你玩这个不行 继续 五万 王先生 你还没看自己的点数 就下了五万块 少废话 好 五万块 十万 五万块 六万块 三万块 三万块 继续 王先生赢吧 这把还是一点儿 算你小子聪明 老子是五点儿 阿宝别再赌了 黄先生 有句话叫见伙就说 我看咱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别 小子 你把我的毒瘾刚勾起来 就想跑啊 不行 没那么便宜 急需 五万 十万 在家十万 十万 跟十万 十万 再加十万 再加十万 来 大哥 咱们是两点儿 它怎么可能是一点儿呢 你想想 咱们太小了 还是别上了 这十万我不加了 这把你赢了 钱归你了 安阳 收钱 对对对 你看我都糊涂了 这都是我的 老子是凉点 看看你的 王先生好奇心这么高啊 输也得输个明白啊 这都是我的 今天运气不好 还是个一点 太好了 娘的 你给老子耍诈 我怎么耍诈了 规矩都是王先生定的呀 为什么三次摇出来的都是一点 我刚才就已经说过了 今天我的运气不太好 那你是一点 为什么敢下三十万 王先生 我感觉 这局你摇出的点数也不会太大 刚才你下二十万的时候 明显的已经是硬撑了 所以我想再追加十万 你定没有这个胆量 跟我继续再赌下去 这就应了你刚才那句话了 这种玩法 赌的就是胆量 还有智慧 好 好 换个玩法 大洋 这回咱俩玩个更痛快的 赌大洋正反面 一把定输赢 如果我输了 这些都归你 如果你输了 别怪爷爷不客气 哥 好 我说 你会好 好 我说 你怎么这么靠 你怎么拍到 好 好 好 我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宋哥 我的天哪 吓死我了 阿宝 你看看我们发财了 全是我们的 真是太好了 这么多的钱走大运了 恭喜你啊 小老大 听说你刚刚赢了那土豹子五十万 那小子走的时候没闹事吧 他敢 灰溜溜地走的 那你看看这个 整整五十万 没问题 看看上面的印章 军方的指标 我怀疑啊 这小子是军方的人 而且呢 是拿军费来赌博 你赶紧的 把这小子的底细给我查清楚 还有这笔钱的来源 放心吧 暂时交给我来办 好 行不行 那我去了 你现在把这个地方 还要用到的 嗯 我替你 你把这些图案 都有什么 你把这个图案 你把这些图案 走 李路 你说这 这事怎么办啊 咱们 这五十万大洋 一半是咱全旅兄弟半个月的军饷 另一半是军政部发下来 救助公事和购买战备物资的 这转眼间输了个金光 吕作 咱得赶紧想办法呀 是啊 你说那么多钱 咱拿去堵了 上面要查下来 那咱麻烦就大了 输出去的钱 泼出去的水 回不来了 这事也不难 卑职干脆带一个连 就抄了复生 把那五十万大洋给夺回来 东府堡要敢造次 就连他的娱乐城 一块儿给他带个屏路 闭嘴 老子堂堂少将旅长 堂堂七尺男儿 还输不起吗 你让老子这张脸还要不要呢 是爷们 一口唾沫一个丁 愿赌服输 李作 军中明令禁止赌啊 咱们这是顶风伪计啊 那么多钱拿去赌了 上面一旦他查下来 那 咱们都得掉脑袋 是啊 我王童娇啥时候怕过掉脑袋 俺这条命 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爬出来多少回 就捡回多少次命 多活了这么多年 赚了 这回 为了搞到钱 买好枪好炮 打小鬼子 俺赌的就是这颗脑袋 赌 你俩听好了 你们把心给我放肚子里 上头追问下来 就说是俺背地里干的 你们不知情 李作 拿酒去 就算掉了脑袋 也得让老子喝个够 不 踏踏实实睡上一跤 耳朵才溜毛了 去 是 等等 别忘了拿两颗大丛过来 于是 给大哥喝两口 小头崽子 他怕掉脑袋啊 那跟你大哥上战场那会儿 你咋不怕呢 咱为了弄到钱 买好枪 买好炮 打小鬼子 赌场就是战场 大哥不是说了吗 军法处要追究下来 就让他们要大哥 一个人的脑袋 大哥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 我是担心你 上级派咱八十四旅驻守湖南 兄弟们早就憋足了劲 等着你领着大家伙 跟小鬼子好好地干一场 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 是咱们八十四旅 几千号兄弟的 小兔崽的 说得好 咱们的命是兄弟们的 兄弟们的命也是咱王滕交的 娘们到上海快一个多月了 兄弟们的命也是咱王滕交的 兄弟们的命也是咱王滕交的 脑袋就要掉在自己人手里 娘们 也可惜老子这发型了这 想想还真他娘窝囊 大哥 事情还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军法处现在还不知道 咱们要是想个办法补救 还来得及 咱补救 我觉得您现在应该马上 给张将军打个电话 把事情跟他说清楚 就凭您这些年 在战场上立些那些战功 张将军他能眼睁睁看着您 送上断头台吗 张将军派咱们八十四旅 驻扎湖呢 就是想让带兵 多杀鬼子 给他和中央军长长脸 争口气 可是啊 没啥一敌 没力寸功 却给他捅了这么大个娄子 张将军 俺王滕交对不住你啊 不能再给你 添堵 糟心 大哥 我们都知道 你拿这些钱 不是为你自己 你是为咱八十四旅 为了给咱八十四旅 多添加武器装备 好给小鬼子 真刀真枪的干 就算有罪怎么了 我们觉得情有可原 军法如山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违背 人分之为政府 平时还不断 柔子 柔子 Right 爷爷 好 看回来 你一可 でき不得之 你大哥 再喝两口 我给你小子说 你再也不抓紧 以后没机会吧 臭小子 来 大哥 去赌场前 已经想好了退路 如果赌输了 大哥按一个人 去军阀出自首 要杀要果 随他们便 大哥 我们能让你自己去吗 去 拿酒去 就算大哥做了鬼 也得让你大哥喝够本啊 去 小偷崽子 都不愿意 你不愿意 放下 我 长官 请出示证件 长官 请出示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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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酒会拿来了 你小子 拿酒去了还是酿酒去了 想急死你大哥 早知道 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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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命队集合 险命队集合 快 快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报告 险命队集合完毕 妥速赶往八十四旅 缉拿旅长王滕骄 出发 是 大哥 慢点喝 兄弟啊 兄弟啊 大哥这辈子 没啥爱好 兄弟啊 除了打仗 就是爱吃大铜 爱喝酒 酒是男人血啊 葱是男人金 男人 就他娘子该冲锋陷阵 兄弟啊 大哥 能不知道 你为啥不陪大哥喝吗 那是你不忍心 舍不得大哥 都是大哥的好兄弟 大哥自己喝 让大哥 他娘子喝高本 把瓶给大哥 大哥 你喝多了 大哥得喝 喝 喝 大哥 大哥 他娘说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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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廖副官 上班 请为班全体到位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 没有我的口令 任何人不许靠近吕作半步 还有 吕作要是醒了 不允许他踏出半步 听见没有 要是吕作他非要出去呢 绑了 这 要是敢违背命令 老子咱们崩了他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千万 千万 在致人 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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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都不能进我们屡座的办公室 想遭反 胆敢聚众抗法者 就地正法 开门 是 走 岂有此理 把他弄行 是 王三教 醒醒 醒醒 孙老弟啊 你这个军阀处长亲自登门了 看来 王腾教的面子不小啊 你王大旅长动用大笔军饷 豪赌 严重违反军纪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来得正好 孙老弟 能不能让老哥死个明白啊 你告诉我 是哪个兔崽子搞的命 不好意思 兄弟我只是奉命行事 你就是不说 俺爷清楚 不 准是老子手底下 哪个贪生怕死的兔崽子 捅出去的 我 这个就躲鱼了吧 俺正想喝够了本 自己浸 那既然如此 那就烦请王旅长 跟我们走一趟吧 带走 走 走 孙老弟 能不能犯的罪过 现在你们军阀处 记个账啊 记账 荒唐 再给俺一次上战场 杀鬼子的机会 等俺把忠存姓雄 那个狗日的人头 给拧下来 俺立马把自己的人头 砍下来 让他兄弟给你送过去 我狠狠地收拾一回小鬼子 俺就算死了 也闭不上这个眼哪 有什么话 咱还是到警备司令部再说吧 主长 您这是啥意思啊 兄弟啊 到战场上替老子多杀几个鬼子 回头别忘了到大哥坟上吃一声 不是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吕多 放肆 散开 您抓的可是八十四旅的旅长 现在是非常时期 八十四旅肩负着抗敌的重任 军法处也不能不问青红皂白的 随便抓人吧 你们要是这样 我马上给张警局打电话 梁副官 让开 好 四道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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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三路 四路 一路 三路 五路 二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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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